哇 那真是太高了 连小老百姓都感叹 因为房价宛如搭上喷射机 不只持续突破新高 甚至在过去四年的时间 年涨幅逼近50% 等于一年美瓶就涨了超过4万 2020年六都包含新竹县市 美瓶的成交单价约在35万元 但到了2024年 新建案的美瓶成交价 落在52.3万元 等于是短短四年的时间 就增加了17万元 摊开全台区域来看 还以新竹县市年涨幅 最为显著大涨超过八成 其他像是台中涨62.5% 台南高雄四年内大涨超过五成 而在资金浪潮持续易住下 市场就预估短期内 还看不到房价上涨的极限 以方便而言 城市的机能很巨足了 那房价要回去好像很难 不可能回来 因为那个一些建筑啦 土地都有限 我觉得好像越来越高是趋势 然后可能真的买不起房 如果没有爸爸妈妈赞助的话 尤其在台湾经济表现稳定 以及新签贷款等政策利多号召下 2024年新屋推案数提高了8.3% 来到741个 美瓶成交均价更是稳稳站上五字头 就连桃园想找一字头的区域 也只剩下龙潭 新建案来看的话 因为现在造价 其实在这一波同胸之后 其实造价整个拉起来 那地价也是居高不下 那整体看起来 假如市况都还是维持稳定 每个月的预售揭露 都还可以卖个一万户的一个条件之下 那其实房价的支撑性是有的 房市乐度就连公股营和库卿都认为 随着新签安持续推升刚性需求 以及新建案完工陆续交屋 下半年房价还是会持续上涨 东餐新闻 马昭平 副一文